還沒到中午 市場攤位前就排滿等待的民眾 龍華公有市場 有各式美食 攤位多樣 不只有台灣傳統小吃 異國美食 用餐環境更是有別於一般傳統市場 非常乾淨明亮 精緻一點的 你可以吃壽司 也有披薩 街邊的這種食物的話 這邊都是可以找得到 環境超好的 你如果傳統市場的話 這裡環境算是很棒的 就很乾淨 因為我很喜歡吃義大利麵 因為台灣人都喜歡排隊 排越長得我越想要來這邊等 龍華市場挑高三層樓 通風良好 用餐環境乾淨舒適 或經濟部評選為五星優良市場 今年吃到高雄輕軌成員 與演唱會外議紅利 吸引許多外地與外國觀光客 前來市場吃美食 自製會更積極爭取硬體改善 讓市場呈現更好的面貌 我們也接受經濟部 還有市政府的補助 然後讓我們的攤商的改造 然後一些 譬如說像節流草啦 太陽能 光電 還有我們裡面的電風扇 然後LED的燈管的設置 還有外牆 外牆的那個洗牆燈的配置 都讓我們的市場更美化更優化 龍華市場連結在地飲食技藝 加上環境乾淨 座位區舒適 超出傳統市場規格 成為觀光地標 每個縣市都有不錯的市場 可以去選擇 我覺得這邊是可以選擇的地方之一 對 我覺得不只在地人 外縣市人也會願意過來 現在世界各國 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說如果沒有去過菜市場 等於沒有去過這個城市 最有名的就是 美國西雅圖的派克觀光市場 他的派克商就世界第一名 那我們現在我們所看到龍華市場 我們也覺得他現在慢慢在提升 餐飲 熟食 各攤位 越來越美 所以現在不僅是在地人 觀光客我們希望他能夠進來 看見高雄之美就從市場開始 攤商直接供貨 讓更多人願意到市場 採買高CP值食材 市場美食成為居民的集體記憶 更吸引觀光客探尋在地人滋味 記者李嘉隆 吳沛山 高雄報導 943章